六天半还台湾岛行 六 心声呼啸 作者 飞驰的蜗牛 朗读者 阿布 第六天 台南 四湖 陆港 无期 一百八十五公里 平地 外出旅行 谨记 不好的念头不要说出来 天气阴沉 气温下降 早上出发让人感觉到丝丝凉意 骑行的第六天 之前的五天台湾天天预报下雨 基本上没见着雨滴 难道防雨骑行符和防雨行李袋成为摆设 当我忍不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之后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全新的感悟 注意 这是之一 赵丽是艰苦地从城市的泥潭中抽出身来 一个小时之后又重新归筑到十七号线的正途当中 把城市抛在脑后 刚刚离开台南的十七线 宽阔平整 车辆也不多 骑出去十几公里 按照台湾朋友的推荐 我们向西折行 寻找传说中车辆极少的台六十一线快速道路 路面平整 阴云密布 四周是可怕的安静 一会儿来到了连接六十一号公路的府道 被拒绝前行 原因是修路 可我们不甘心原路返回十七线 固执地绕过修路地段 偷偷又回到了府道 二十分钟后 正式并入了六十一号快速道路 和以往的道路都不同 这是一段非常煎熬的路程 封闭的路段远离城市和乡村 四周只有农田 鱼塘 滩土 没有树木 没有景色 没有行人 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气息 而我们的头顶只有低沉的云层 几乎要把我们压扁 人就是这般奇怪 经过林园和高雄 还在咒骂城市的繁复 而真正到了与世隔绝一般的六十一线 又感觉完全被文明所抛弃 天地之大 只有孤独的骑行者 道路是灰蒙蒙的 天空是灰蒙蒙的 心里也是灰蒙蒙的 越往前骑 越是单调 越开始胡思乱想 这不是快速道路吗 怎么没什么车 这远离乡镇的补给怎么办 要是有点意外 人都找不到 怎么办 C先生开玩笑说 不是都说有困难找台湾的警察叔叔吗 出来这么几天 连个警察叔叔的人影都没有 我们是不是该去主动找他们 问个路什么的 见识一下 注意 这是之二 之二的后果很严重 再骑了没多久 我们偷偷在空无一人的道路边停车唱歌完毕 刚刚准备出发 一回头 一辆黑白相间的警车闪着警灯从后方逼近 距离五米停车 下来一位身材魁梧 全副武装的警察 以标准的戒备状态从侧面绕过来 你们怎么在这里汽车 台湾警察叔叔的语气很严厉 这里是全封闭的快速道路 只能供汽车通行 你们脚踏车上来是违法的 作为一个在上海没有任何违法记录的良好公民 没想到跑到宝岛来违法了 你们这种行为是要被带进警察局的 真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冷静下来的我们只好百般装傻 万般解释 以一厢人不懂规定为由 祈求过关 台湾警察叔叔仔细询问了来龙去脉后 略微松了一口气 但是仍然坚决的要我们离开封闭路段 前面就是一个出口 我护送你们下去 后面的场景就略显滑稽了 闪烁的警灯 慢速的警车 压卸着两个狼狈不堪的骑行者从快速路上下来 也许是我们和警察叔叔耽误的时间比较久 第二辆警车也出现了 一起押送我们离开六十一号线 前面右转直行可以重新回到十七号线 你们再不能上封闭路线了 警察叔叔在警车里告诫我们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之际 他换了一种羽性 你们环岛加油 加油 然后亮着警灯扬长而去 留下两个受宠若惊的呆鸟一地鸡毛 重新回到十七号线 之一的后果也很严重 天开始下雨了 不是小雨 是大雨 好吧 所有的下雨装备都翻出来 穿戴整齐 再出发 雨越来越大 道路开始湿滑 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困难在于 大风大雨迅速带走热量 让裸露在外的肢体僵硬 让大脑反应迟钝 也让刹车不再灵敏 骑行也就变得更加危险 四周的景色不值一提 反正一片灰蒙蒙 也分不清天地 人 田 路 树 在墨镜后面 都是乏味的暗色调 所谓骑行 又无可救药的 进入到靠意志状态 人 就变成了机器 除了前行 再无他选 到了中午 已经是又冷又饿 经过一个个地图上 都不标示的村庄 努力寻找便利店的身影 一次次的失望 渐渐地变成了绝望 一点过后 经过四湖一个小镇 门户紧闭 气氛萧条 好不容易在街边 看到一家 还在营业的小吃店 忙不远地停车 生怕过了这个村 再没有下个店 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卤肉饭和饺子 蜗牛再一次全然没有风度地 在肮当的小店里 油腻腻的桌子上 沉沉睡去 连腿上被蚊子咬了无数大包 都浑然不觉 等到一觉醒来 重新上路 骑出去不到五十米 差点从车上摔下来 一个金闪闪的七夭夭 就在小吃店五十米之外 干净整齐的店面 琳琅满目的商品 仿佛都在嘲笑 怎么不多坚持一会儿 我们在风雨中 找了一个上午的便利店 就在这里 无论如何 只能重新上路 也许是心灵上受到创伤 骑出去好长一段路 一句话都不想说 任凭雨水 扑打在身上 也全然不顾 渐渐接近路港 这个因为民谣教父的一首歌 而家喻户晓的地方 一点也不小 而且历史悠久 本是个值得停留的地方 但是在七风冷雨中 打消了一切观光游览的念头 在城市的边缘 远远眺望了一下 又匆匆向北继续行进了 整个下午 都在这样沉闷的气氛中度过 所经过的道路差别不大 一直有段时间 我都在怀疑 是不是骑进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不断地重复 到了后来 在不断骑行的过程中 也昏昏欲睡 有那么几秒钟 也许可能 大概真的进入到睡眠状态 在被雨滴畸醒的一瞬间 颇有点腾云架雾的感觉 因为身体在移动 脑子却停止了 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 雨也大概停了 脱下防水的洗行服 顿时感觉身体的温度 被冷风带走了 在哪里过夜 又成为脑子里不断盘算的事情 查看地图 计算距离 观察天色 这三个规定动作做完 把目标定在了台中市 在经过彰化的郊区后 渐渐又融入到台中 这个大城市的道路体系当中 光线越来越暗 城市的灯光渐渐亮了起来 在经过了彰化和台中交界的大桥时 右前方一座闪烁着 无数灯光的城市浮现在眼前 和其他的城市都不同 台中这个城市一山而建 让城市的灯光也变得立体 也更显得体量巨大 过了桥 城市的道路交错纵横 万般无奈之下 正好看到路边有个派出所 这次主动出击 再一次和台湾的警察叔叔亲密接触 台湾的派出所大同小异 门后有一个统一规格的接待台 接待台后有值班的警员 进了大门 人家很客气地问 有什么可以帮忙 当我拿出地图 开始问路的时候 警察叔叔对我们的身份 很是好奇 在得知从上海来专门环岛的时候 警察叔叔不淡定了 也不回答问题 只是热情而好奇地反复问 上海也可以专门来环岛啊 了不起 你们也可以专门来环岛啊 了不起 从台北过来很远的 绕了这么一大圈 了不起 要不是我执着地把地图 不断放在他眼前 了不起 估计还会持续下去 不过真的回答问题 简单明了 指明了方向 挥手告别 开始这一天的最后一段起情 因为已经进驻到城市的外围 有路灯 人也比较多 心里并无恐惧 只是疲劳和饥饿 让人感觉历劫气短 最后来到了城市西面的无期局 找了酒店 洗漱完毕 在一个街边的小摊边 好好地品尝了当地的鲁味和面点 带着温暖和满足夺回房间 明天 多值得期待